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越早变越好 很多地方都没有水 变个天下个雨 早先告诉我们说 梅雨季来了 现在好像梅雨季没有来 本来说五月到六月都一直是梅雨季 要下两个月 现在五月都快结束了 还好马祖婆到金门 金门下了一阵雨 但是毕竟你可以看到 南部那些水库 储水量只剩百分之六 连一成都不到 然后我们看到了 我们政坛上还在喷口水 我们还拿着工堂到瑞士去玩 然后美其云说 我们要加入WHA 我们要去抗议 都在花钱 你还很有钱吗 索罗门以为台湾还很有钱 开口说我们要办个运动会 给个九亿 索罗门人口才多少人 但是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政府就是这样 变天吧 赶快变 这两天行政院放出一个消息 一道联合国的统计 幸福国家第一名 在亚洲是台湾 哇好爽 小董当然 我也认识英文 我也上网上看 看了我就很纳闷 奇怪台湾怎么会是第一 台湾有那么幸福吗 如果照过去多少年来的标准 全世界最幸福的 不就是习金尼泊尔 不丹这几个国家吗 因为他们比较没有外来的 又日子过得比较愉快 但现在既然都在我们后面 那我再认真看 两个原始的报告上面 好几个国家比我们幸福 亚洲的 台平在前面 我们在全世界排平26 那排平在我们前面的亚洲国家 有哪些 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奇怪 然后接下来以色列 奇怪 是 然后联合国上面写 台湾是一个地区 是中国的一个省 我们行政院也照样引用 也没错 台湾就是中国一个省 本来就没错 全世界都这样认定 吴钊燮 到立法院被问 我们跟大陆的名称是什么称呼 他说他是中国 我们都称为台湾 因为全世界都这样 不是 全世界 多数的国家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这是常识 这是常识 不管你同不同意 如果你要讲世界的主流 他是这样 但是 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行政院对外讲 亚洲最幸福的国家 台湾 笑死人 今天 行政院的秘书长到立法院 被打脸了 你报告拿出来看 你在看 他说我们搞错了 为什么搞错你知道吗 他讲不出来我知道 因为他们 他们 不晓得 阿拉伯跟以色列是属于亚洲 他们不晓得 他们认为的亚洲 因为他们目光如斗 他们认为的亚洲就是 东南亚 东北亚 还有中国大陆这些国家 印度 最多这样 他们忘记还有我们的中亚跟西亚 完全不知道 就是目光如斗 然后一看到这个 赶快发布 为什么 因为现在刚好 蔡英文两周年嘛 所有民调都说他很烂嘛 然后 刚好联合国有一个这样的报告 赶快拿出来 哇 台湾多好 多了不起 台湾 这两三年来 当然 越来越差 不用讲嘛 大家 你要讲股票 股票你有分到吗 股票是哪些人在赚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说 股票不是一直上万点吗 上万点 怎么样 上万点 多数的人 没有 没有这种感觉 过去散户 有87% 现在只剩57% 那就是大户赚走了吗 那过去 我们看交易量 也是 越来越差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很多数字 正如可以拿来粉饰太平 告诉你 第一季你的爱心是 五万九 我看得很心酸 我每天有骑摩车来上班 我骑摩车是为了方便 然后可以到处穿梭 停车方便 我每天骑摩车 因为我出来比较晚 我不是人家上下班时间 那我出来看 老实讲 街上的车 十辆大概有七辆是计程车 很多人 去开计程车 而且把开计程车 当作 我比较休闲 不能讲比较休闲 我在工作之外的副业 开计程车的人越来越多 各位朋友你要不相信 你现在可能在车上 听小董的广播 你放眼望气 我们台北街头 台北街头真的 车辆以计程车为主 绝对是过半数 很多人很心酸 开计程车 是自己的工作之外 再找个计程车来开 赚一些收入 那当然也有人 把计程车当主业 这种人还是多数 可是 我问过开计程车的朋友 他们讲 你不晓得 我们一天要开12到14小时 才有办法 养家糊口 养家糊口的意思是什么 薪水 才有办法 讲他们的 大概4万乳到 5万乳之间 才有办法这样 可是工作时间要比较长 很自由啦 没错啦 各位 我们的劳动局长 喜明春 到底有没有办法 立委问他 你们发布说有 劳工薪水 5万9 他就脸红耳朵 说可能 这样 可能只有半数 其实没有 他想起个折中 叫办数 可能有人领10万 有人领3万 折中 对不对 他说这可能50% 立委拿出数据 主计处刚刚发布的数据 说如果 照主计处上面的薪资 那有八成多的人 是领不到5万9的 他脸红耳朵 是讲不出来 主计处也是行政院 你劳动处也是行政院 所以每个人 都用数字在骗人 为什么最近 有这么多 骗人的东西 说你是幸福 国家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两周年 各位 因为就是蔡英文两周年 我们很多人 卡住一个数据 然后你数据 大家就用那个数据来 其实每天的日子 跟平常日子 感觉上没有 不太一样 可是那一天 可能就是怎么样 对不对 譬如 这个礼拜六 对很多人 可能不觉怎么样 就是一个礼拜六 可是对金门人来讲 那一天是 陈王爷生日 对金门人来讲 是大事 你说金门哪一天 追得到 够年不算 因为够年 大家都回来 金门哪一天追得到 就是农历4月12号 对每个人来讲 对大甲骂来讲 他就是 对大甲镇来讲 最热闹的 当然就是 麻糟先 农历3月23 对不对 就说每个地方 人不一样 可是就 世界上运转来讲 几乎每天都一样 天气比较冷 比较热 刮风下雨 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 由谁来执政 差别很多 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执政 他们的人自己好 别人不好 台湾是不是幸福国家第一名 你问吴英宁 他一定告诉你 是啊 当然是啊 对不对 我什么事情也不会 什么事情也不用干 我一年领250几万 爽歪歪 我当然觉得 真是个幸福城市 而且我还有个幸福的爸爸 我爸爸叫吴成啊 蔡英文 前两天公布执政的名字 排第一的就是我爸爸 西州国中老师退休 然后 他是一个诗人 是一个作家 因为他挺立 所以排第一名 表示我们很尊重文化 那里面当然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排名人 比如说宋楚怡 你现在知道亲民党颜色 这一次已经被标了更清楚了 过去很多人跟我讲 小董你长吗 亲民党 我说亲民党是利啊 利色的 我在亲民党有非常多的朋友 但是 我们做人 做人比什么党 比做事 比这些东西还重要 可是 台湾是一个 你认为他幸不幸福 我是认为幸福 因为台湾最大的幸福 就是听我的节目 你不花一毛钱 你就可以听我节目 手机就可以打开 进入news98 你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共同 把它当作一个 一个知识性的东西 或者一个生活性的东西 都没关系 但是我讲的东西 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我讲的东西百分之百是假 他的幸福在哪里了 你很多东西 马上拿来做对照 我们过去很久 你才知道说 原来哪个人是坏蛋 原来哪个事情 我们是错了 现在不用 现在很快就发现了 而且经过小董 拿来做对照 我来做分析 你就知道 原来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四年多前 前台湾被围剿最厉害的 就是我 因为我天天怒骂太阳花 我私下讲 好几个主播 好几个电视台主播 他们听我节目 都打电话来 或者发简信来 董哥你骂得对 我们电视台不敢那个 我们只要那个 就被那些人围剿 我们采访车出去 就被他们羞辱 我都被谁 那些畜生吗 小董哥你不能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因为我那时候都 骂先生是畜生 他们就很恐慌 说你千万不要讲 我有打电话来 我说不会啦 当然 我知道很多人有难处 太阳花 那时候多少人支持 不是吗 那现在呢 我告诉各位 从太阳花事件以后 台湾的经济 已经没有前途了 你要再爬起来 二三十年以后 看有没有机会 但是机会渺茫 机会渺茫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 跟过去什么四小龙比 不是当然早就不是 对不对 四小龙当然 新加坡香港 韩国这些 日本当然更不用讲 他是超越四小龙 但是我要讲的是 我们认为说 我们跟中国大陆 或怎么不是 我们现在连越南 都没办法比 我不骗你 现在越南 每年的经济成长率 大概八左右 你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是一直活在 台湾自己的 城市里面 然后每天讲 爱台湾本土 我们每天就是这样而已 你不晓得别人在进步 你说我也有进步 是啊 这个月考 你原来七十分 你现在考七十一 好高兴 我有进步 你周遭的同学 八十分了 现在八十五分 原来六十五分了 现在七十五分 你不知道而已 你说我有进步 你不敢跟别人对照 你进步是要跟别人对照 我们现在台湾就变成一个这样的社会 你知道 然后那时候 一股 大家一股 哎呀 反国民党 反马航友就是对 国民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 好 太阳花 哎呀 反胡帽都了不起 你们看 昨天有个新闻 和配科技 和平的和 配是三点水 在一个台北市的市 和配科技 宣布了 我把我公司的资本 我要这样 我要减资啊 我本来这家公司 它这家科技 专门帮人家做这种 科技的管理 本来八千六百万的公司 我现在减资 减成多少钱呢 里面很多股东 我要减资 我公司要减资 本来八千六百万 大家出钱 对不对 成立一家公司嘛 我现在减资 减到剩一块钱 八千 六百万 减成一块钱 他老板是谁 太阳花的 支持者 拥护者 大家叫他宅神 不要认为是我 那个好朋友 不是啊 不是那个胖胖的 那个好朋友 不是啊 是一个叫宅本桥的宅 宅本桥因为挺太阳花 所以学生封他为宅神 现在股东 股东 原来投资这么久 八千六百万 瞬间变粉层 剩一块钱 不要这样啦 小总出十块 我让你变十一块 我变成大股东好不好 好不好 各位好好笑 你真是好笑啊 太阳花有多少 支持者 艺人作家导演 后来通通跑去大陆了 记不记得 都了不起 每个人想 哎呀 我就是不要大陆市场 没什么了不起 后来 鼻子摸一摸 头压着 偷偷跑去 这 你要去就去嘛 我讲哦 在台湾这个社会 你要说什么都可以 但是有些讲过话 尤其你是知名人士 讲过话 你很容易就被人家拿来 看看嘛 来对照嘛 对不对 太阳花最神勇是谁 林辉煥 陈辉庭 他们敢当兵吗 他们敢当兵吗 他们除了习兄还在干嘛 林辉煥 服社会议时候 还出来浮险 出来帮人家浮险 可以吗 服社会议 虽然不算什么了不起 也算服公职 公职的人 可以不可以浮险 去帮人家 险起站台 可以不可以 每个人都知道 不可以 除非你是政务官 太阳花 做什么都可以 你敢去当兵吗 他们每天笑黄安 黄安 上个礼拜 被人家发现了 原来他儿子 回来当兵 他们常住在大陆 儿子回来当兵 人家回来当兵 被你天天骂卖台 撂白啊 你们太阳花 最神勇 你们连兵都不敢当 各位 我在台湾最幸福的 国家 小董的定义就是 我们可以发现 很多人的假变貌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我们可以发现 原来 这些人都带了面剂啊 他们的面剂 然后让你觉得 他都爱台湾 都了不起啊 哎呀 都神勇 小董啊 我跟我的家族 所有成员 堂兄弟姐妹 没有人在中国大陆 做生意啊 我们没有人在做生意啊 我们 跟大陆很近 我们基本人嘛 我们没有人在大陆 做生意 我们堂兄弟姐妹 大概二十几个 都没有 他的下一代也没有 整个家族 没有人在中国大陆 做生意 现在每天讲爱台湾 每天 路骂中国大陆 怎么样 那些人 通通跑去中国大陆 做生意 然后弄得自己 好开心哦 对不对 民事跟大陆合拍 大道工传奇 找郑少秋 三例 多少偶像鸡去大陆 去赚钱 年代的老板 敢不敢出来讲 你在中国大陆 有什么投资 敢不敢讲 自由时报家族 大哥 在零坡 大哥在上海 二哥在零坡 谁不知道 每天 讲得好像自己都爱台湾 我看了我就哈哈大笑啊 每个人戴着一个假便器 我不晓得他是哭甲便 还是笑甲便 各位知道哭甲便的故事吧 过去啊 有个漫画家叫 叶红甲 叶红甲画了 诸葛四郎跟真平的故事 诸葛四郎 因为叶红甲家族跟我很好 有一天 大概三十年前 有一天他女儿跟我讲 我妈妈好想看你 你到我们家来好不好 我想干嘛 我又没有跟你在谈恋爱 你头个歪几 他都没有 因为你长得跟我爸爸实在太像了 我爸爸过世了 我妈有时候会想念他 我听了 我讲 我听了这 好好笑 然后我就去 他们家住在台北市 国宾饭店附近 他们家族很可爱 妈妈很可爱 现在还在哦 九十几岁 然后就进去 他妈妈看到我 哎呀 真正有港民耶 真正有连法 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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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长得像 叶红甲 叶红甲是很传奇 很可爱的人物 那 他画了 诸葛四郎跟真平里面有个 有个 枯甲变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说 民进党 这些每天搞太阳化 这些人 就是甲变 假的甲 变机的变 他们带着假的变机 各位 其实台湾要怎么走 非常简单 我周遭的人 只要大家如果不去讲颜色 我们都知道台湾应该怎么走下去 以我们的条件 可以怎么样的好 可是现在当然没有机会 我们自己 用我们的意识形态 然后把台湾把它绑住了 绑住以后 你今天所有看到 所有东西的不可理议 都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 忙久最近接受访问 到他四年任内 最遗憾的就是 胡帽没有过 全民都反对 已经变成一个气愤了 那时候的气愤就是 反马航九 反国兵党 他做什么 我们通通反对 就这样 不管是非 所以何事反对 现在乐乐要死 乐乐要死 你能够怎么样 没有啊 没有 我跟你讲 我这两年最快乐 我就在看 两个字 我就在看报应 你说小董你好坏心 你看人家报应 看人家受苦 我不是 我不是这个心态 我是说 我过去都欠倒过了 你这个不能反对 那个不能这样 大家不相信 把我当作一类 你反太阳花 你违背那个 你怎么可以讲 洪中秋这个案子 不应该汇除精华 我都是畅缓掉了 老实讲 洪中秋 第一个 在电视上拿出来 做讨论的是我 我认为说 金方 对于 人家父母 把小孩送去当兵 然后死掉了 这种该负责 而且要尽量的避免 不能说完全没有 我的利益是这样 对不对 我讲的东西 都是基于这些观点 可是我们都是被羞辱的 然后到最后呢 几年 两年 三年 然后发现小董是对的 我不要别人来 还我公道 不需要 我不需要 我也不屑那些人 还我公道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垃圾 我要垃圾 还我什么公道呢 对不对 蔡英文是台湾 最大的垃圾 民进党就是个垃圾党 让人瞧不起嘛 可是台湾怎么办 马上回来 你不要走开 回到小董真心话 我有时候讲 新闻 骂得很厉害 可是我很感慨 你知道 我们 这半个月来 台湾已经发生 七次的 严重的跳电 你有在媒体看到 大事报道吗 可能零星的很有 可是你有看到吗 各位朋友 你们在台湾看报纸 你有看到吗 在电视上 每天 每天 对不对 遗仗杀了小朋友 请你开车 开保时捷撞了谁 可是跟民众 生活相关的 跳电 这半个月 半个月就是十五天 有七次大跳电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你们听小董 小董你有讲过 松山机场 民前通路 台北市民前通路 山端那里有 对不对 有 可是桃园机场 也有跳过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台北龙总也跳过 半个小时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讲这东西 影响民众就比较大 对不对 但是 我们的媒体 你要 你要 听台湾媒体 看台湾媒体 你还不如听小董 非碟午餐 不用钱 而且 新闻跟评论 出来 马上你自己内心 就可以做一个见证 现在 蔡英文 只在两年 你知道 5月18 有 好几千人 去包围教育部 在那边点蜡烛 你有 在任何媒体 看到这个画面吗 没有 没有人看到 这个如果是 马航九时代 会怎么样 自由时报 三立 对不对 民事 连带 什么 都报导 访问那些人 哎呀 你们为什么来抗议 他们抗议谁 抗议吴茂坤 抗议教育部 卡管 没有人报导 各位 我们是怎么样的媒体环境 台湾是个新闻 言论自由的吗 是 他们很自由啊 他们很自由的 报马政府很烂 然后蔡政府烂的地方 他们通通不见 不是吗 很自由啊 每个人都很自由啊 很自由的去 效忠他的组织啊 我讲这 我都哪来做对照 我也常常骂国民党 是烂党 就说我们哪来做对照 有 而且不是国民党发起的 去包围教育部的单位 叫钱教总 钱教总过去在马正如时代 常常骂马正如 全国教育总会 他们觉得太离谱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教育部长呢 可是这样的教育部长 升官啊 老神在在 很厉害啊 台北地检署啊 今天 今天啊 用电话 约谈了 几个林贤委员 各位 什么叫林贤委员 文贤委员要求台大 台大你的校务会议 你要确定 你们到底 校长要不要改选 校务会议 校务会议重开啊 认为我们不改选 我们的校长就交给林贤委员 林贤委员选出了管中铭 就是管中铭 这是经过表决的 但你如果看自由时报 他都写那些反对的 那些反对本来就 反正就是独派 就是独派 那些人没什么好讲 我有时候看他名字 我都摇头 这种人在大学教书 在台大教书 你小孩正正常常 送去台大给 那些人教书 脑袋会正常吗 当然不要去练台大 练台大干嘛 我花钱让小孩去 被人家洗脑啊 那洗脑就 就不正确了 对不对 我学多少学问是一回事 可是我品格 被那些教授教坏了 台大不知羞耻学院 台大法力系 有多少垃圾教授 那些人是人渣 你知道吗 不是教授 是人渣 他们是没有示威观念的 他们只有统独意识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桃园 排名第一的高中 武林高中 校长变得一谈 调查局跑去他办公室 问了一个多小时 教育部也跑去问他 为什么你们学校的学生 有七十几个跑去大陆练书 你还帮他写推荐信 各位 建中的校长 也被越谈 台北建中 号称全国第一高中 也被越谈 因为很多建中生 不想练台湾的大学 他们想去中国大陆练 当然各地都可以练 可是你要是去中国大陆 校长就要被越谈 那怎么可以这样 今天啊 昨天是两个校长 今天是林贤委员 变业谈 台大有 台大173个校务代表 选出21个林贤委员 选出18个 有三个是教育部派 然后这林贤委员 既然台北地检署检察官 打电话要他 你们来 你们为什么要选管中名 各位 什么叫不要脸 台北地检署 我已经讲太多次了 各位朋友 就台北地检署已经变成 变成谁的打手 已经变得这么难看了 对不对 你们硬要想管中名 叫你改想 给你机会改过 你们不改 我就把你们这 18个找来 你会害怕 一般人碰到检察官 谁不害怕 检察官说你可能犯罪 然后 你为什么要投管中名 你收到这什么好处 你不晓得他有利益回避问题吗 你为什么硬要投他 各位 这就叫做白色恐怖 我们台北地检署在干这种事情 而且他怕留下真机 为什么 像小董常常收到船票 船票上面有检察官盖章 书记官盖章 时间地点 是什么案子 那就是一张传票 他去A谈 林贤委员他没有传票 他就打电话给对方说 检察官要你来 你给我来 各位什么叫不要脸 什么叫无耻 台北地检署干了这个事情就是 我讲 已经毁于所思了 已经离谱到 我要用白色恐怖 不要认为你们林贤委员很大 我们是怎么整马英九的 我们把马英九整到被判四个月 我们台北地检署 我们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 你们那些名嘴 看蔡正言很谣白 我们就把他压起来压四个月 说他涉及什么案 七年十一月才放他 现在五月已经到五月底了 蔡正言有没有被起诉 没有 我们地检署就是干这种事情的 台北地检署 有没有羞耻心 羞耻心我们台北地检署是没有的 我们就是只有 我们只有公权力 我们要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各位你可以看到 一个检察官 一个地检署可以干到这种地步吗 可以啊 我连马英九我都敢啊 你们其他人有什么了不起 各位什么叫羞耻心 民进党是在搞什么 民进党现在比金正恩还不如 垃圾党 蔡英文是不要脸的极致 垃圾人 一个总统干到这样啊 你今天看到 我们整个检察官可以这么荒腔左板 我们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可以撞容这个人 这些事 各位台湾已经不得了了 我林贤委员 林贤委员是什么人 我告诉你啦 台大37,000个师生 选出了173个 的校务代表 这些代表 有老师 有学生 有里面的行政人员 他们选出18个林贤委员 教育部又派3个 总共21个 这18个 不一定都是 老师啊 他也有社会人士 也有别的学校的老师 后退休的校长 也有学生的代表 也有学校的行政人员 都有 教育部派3个官方代表 然后加起来21个 他们 很多是老百姓而已 多数都是老百姓而已 然后 他们选出了管中民 然后 蔡英文 赖清德就不爽他 我们就不要管中民 你一直给我改 改到我满意为止 我们就不要改 我们选出来 我们为什么送你那个 我们大学自主啊 我们选出来啊 那选出来 不满意怎么样 现在检察官出动了 各位你看到检察官了吧 好好笑 台北地铁署干的这种勾当 已经够可笑了 他们对付马航酒 反正马航酒没人同情嘛 人言差嘛 对不对 他们清算国民党 太容易了嘛 国民党谁同情呢 他们想要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叫做 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 韩国瑜 韩国瑜 这个位置我要 韩国瑜既然党敢跟 段頤康吵架 怎么可以 检察官就进出了台北 农产公司记不记得 搬了多少资料 哇呀弄流沸沸扬扬 各位现在一年都过去了 台北地检署 办台北农产公司 办什么成绩 有谁被起诉 各位 我们地检署变成是 樱枣 你变成是锦衣卫了 执政者要你对付谁 你就去对付谁 可是你 你手上有那么大的公权力 我们现在社会上讲司法改革 最不公道了 一个检察官故意诊你 然后你对他没诊 你只能有他被诊的 他诊马上久 马上久说 我能够 我要换请 我不要让台北地检署 来审我案子 我换管辖钱 不行 你只能让台北地检署 来罗令你 你觉得不公平 那是你家的事 高检署这样回答 各位我们今天碰到整个检察机关室 检察机关室已经生病了 变态了 邱泰山你是个变态的是不是 你站出来讲话 前台湾怎么会有这样 全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司法体系 我不爽你 我就出来对付你 台北地检署 蔡震言被你压了四个月 你为什么不敢起诉他 陈忠豪检察官你出来讲 你已经升主任检察官了 押了蔡震言就升主任检察官 你们要对付韩国瑜去搜索了台北农场公司 台北农场公司 为什么没有人被起诉 各位你今天看到台湾的荒谬 我们已经用检察官当武器 而且检察官已经自甘斗肉收 我要去 奉承执政者 他们想对付谁 我就去对付谁 各位台湾已经生病了 没有人讲话 因为台湾整个司法都已经崩坏了 马上回来你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我有时候讲司法 我都非常分开 并不是说有检察官起诉过我 或者有法官判过我有罪 并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法律 大家的标准是要一样的 所以从古代到现在 就是天子犯法 与民同罪 都一样 可是在台湾 它是很明显的不一样 你如果是蓝营了 是马航九 我就要把你扳到有罪 你如果是立营了 我什么都可以开脱 你如果是管中民 管中民也被人家告 也被人家告 然后各位朋友 他们说管中民 因为你没有利益违避啊 你当读董 你当读董 林贤委员不知道啊 林贤委员还有一个 台歌大的董事长蔡明星啊 那你当台歌大的读董 他又是董事长 你没有利益违避啊 他用这个啊 来卡他 你可以看到法务部的丑陋啊 法务部这些人 我素来瞧不起啊 但是 他们可以把法律 拿来这样玩 办法很久的检察官 有六个 带头那个人叫周世宜啊 我现在骂完 他等一下就会开记者会 他会出来讲 哎呀我们哦 我们A谈那个哦 什么林贤委员是为了保障 这些林贤委员的潜意啊 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反正有一套说辞 民进党那些说辞 根本就是垃圾化 就好像蔡英文 每天哦 去修理那些金公教 然后说 我们社会要团结啊 大家要谦卑啊 我是为了台湾好啊 他在你背后吃了一刀 他还可以讲说 哎呀 那个流血好可怕 我帮你上绷带 帮你 结扎 帮你那包扎好不好啊 怎么样 他可以这样 嘴巴这样讲 民进党就是这样 办马航九的 那个叫周世宜啊 他带了六个 五个检察官啊 然后说马航九泄密 周世宜是什么人物 周世宜九年前哦 跟侯宽人 办马航九的特别废案 后来马航九打官司打赢了 里面最大的关键是 他们约谈了马航九的属下 那属下 认为说马航九并没有贪污啊 他们把它改了 他改了哦 在笔录上写 他的属下证实马航九有贪 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有贪污跟没贪污是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马航九的律师很认真啊 他看了笔录 他觉得哇 怎么是这样 他再去听录音带 听录音带就很麻烦了 你要去对笔录啊 笔录我们用看的比较好看 像我们常打官司 我们都会把它整理成笔录 哦就是打成文字 这样法官一看看过去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是在电视上骂人啊 在电台上骂人 他骂完了以后 你要整理成笔录 他法官一看就知道了 你要叫法官去看电视 后去听录音带 也会啦 关键的也会 结果马航九的律师很认真去对比 发现说没有啊 马航九这个属下 没有这样讲啊 官司就打赢了 打赢以后马航九很气 他就去告活宽人跟周世仪 当然我们也知道检察官官官相互 后来他们也不起诉 马航九到法院去用自私化告他们 法官也不起诉 因为自己人啊 台湾的司法肮脏跟臆臭 我就是碰到自己人 碰到同颜色的人就放水 今天如果是个普通老百姓 你至少委到文书啊 今天周世仪跟侯寬仁 没有事 那为什么怡文有事 因为怡文是马航九的 办公室的人 大家写他是秘书 他也不是秘书 没那么官媒那么大 秘书九只等啦 怡文六只等 我跟他太熟了啦 他就是一个主缘而已啊 连股掌都不是 连钻研都不是 那为什么你们检察官什么都没追 可是他被马航九告很不爽啊 九年后他来领导五个检察官 叫他六个起诉马航九 小董要告诉你的观念 他心里会不会很痛恨马航九 好小子 我栽账你 你还敢告我啊 对不对 你以为你当总统了不起啊 九年后我来整你 我请教一下台北地检署 那周世宜为什么没有利益违逼 他过去是马航九的被告 他痛恨马航九啊 他会公正吗 马航九的被告来 承办马航九的检察官 领导一个团队公正吗 台北地检署不要在那边外国起刷啦 我告诉你 让人瞧不起的 你看台湾有那么多检察官很优秀 可是台湾有这么多检察官 甘于做民进党的打手 他们每天讲的自己跟真的一样 小董讲的邏輯对不对 周世宜能够领金来办马航九吗 你是他的被告耶 然后被告不成立 你心里痛恨他 我就这样解读啊怎么样 你检察官一辈子 起诉多少人都没有了不起 今天被一个叫马航九的人告你 好丢脸哦 虽然你们因为官官相户 官司没有事 我心里就痛恨马航九 你敢告我 小董我也常被告 告我的人我心里也很痛恨他 为什么 你们明明知道告不成你 让我跑法院 我心里也会痛恨他 对不对 我官司打赢 但是我还不爽啊 各位 既然台湾已经变成这样的社会了 我们检察官 当打手 当的每个人都升大官 就像我刚指名道姓 陈忠豪 你不是把蔡震言压了四个月吗 为什么现在没办法起诉 现在已经五月底了 你从七年七月 把人家压到十一月 压了四个月 那你政绩在哪里 现在半年够气了 也没办法起诉 人家白白被你关吗 各位我讲台湾的不堪 在司法 在媒体里面是最严重 你已经看到了 我小董讲的东西 你都可以拿来做对照 不管你有没有难 你有没有是非 但是你拿来做对照 你可以这样吗 今天连林显委员都抓来夜谈 林显委员换什么故事 他们把票投给管忠明而已 他投给管忠明不可以吗 管忠明有送他燕肉糕粮酒吗 每个人包一个红包给他们吗 管忠明有会嫌吗 没有啊 他们投管忠明你就不爽 蔡英文不爽 赖清德不爽 邱泰山不爽 然后 然后他们就要被夜谈 你要夜谈可以啊 你发传票啊 不敢 我不能让外界知道 检察官是谁 书记官是谁 传票上面有白纸黑字 要盖检察官的帐啊 传啊 不敢 是什么案子不敢 用打电话的 打电话留什么电话 留手机啊 各位你会不会觉得好好笑 我们收传票收太多了 上面绝对是 总机加分机啊 表示这是一个官方的单位 手机你是不是官方的手机 我哪会知道你是谁 你是不是诈骗集团 好多委员接到了 看上面是手机号码 问他 他说是手机啊 他们都觉得是诈骗集团 他们都觉得打来是诈骗集团 在骗他们呢 各位你今天看了都好笑 我们为了一个管中平 我们已经变成这样了 我们变成连建宗的校长 建国中学校长也被约谈 武林高中校长也被约谈 台湾在搞什么白色恐怖啊 各位朋友 有没有台大毕业了 每个人兼十块美金 我们到纽约时报跟华盛顿时报 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 这些大报我们通通 我们就把它买下广告 把我们现在的情况 告诉全世界 要不然我们把它印好 拿到WHA门口去发放 各位 WHA不是只有 陈时中 那个英文不好的 卫福部长在那边表演 我们不要去表演 我们去那边发传单 告诉 告诉我们的友邦 台湾现在在搞什么白色恐怖 为什么不行 台大不是有很多优秀的 协长协弟吗 各位 我们就是这样去发望啊 在所有国际场合 我们去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登广告 到全世界这种场合 我们去发传单啊 怕他怎么样 民进党 他不要脸 我们就让他 全世界都知道啊 各位不能没有动作啊 国民党党产被抄 我知道你 你不会觉得有感觉 蔡正言被关 你说啊 蔡正言嘴巴坏 被关活该 对不对 你们这样想 邱毅背叛有罪 你们说啊邱毅那个人 好讨厌哦 头发那么少 给他死 好 我也都没话讲 你今天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今天看到 已经不是台大了 因为台大你说 啊我台大我考不上 管他去死啊 现在已经不是台大 现在变高中了 现在变五年高中 变建国中学了 下来还会怎么样 各位 他已经 已经功臣累地 无所不用他的恐怖行为 在执政了 各位 台湾是一个这样的台湾吗 不含额力吧 不含额力吧 但是 我准备了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